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带大家看的依然是西双版纳碧桂园的一个户型 这个户型呢超级超级好 是48平米的一个客户一体的小户型 但是这个户型啊真的太完美了 这是我看过所有的户型里 我认为装修还有这个房子的户型里 最完美的一个最重要的 它有买有送 还送了一个6平米的大阳台 太棒了 现在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房间的一个户型图啊 实际面积是4849 那么扩展面积呢6.95 这是这个碧桂园一个交付标准 那咱们就来看看这个48平米的一个小户型吧 我现在是站在入货门口处 进了入货门 在我的右手边呢 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玄关柜啊 在这给大家拍一下 是整个一面墙的一个玄关柜 哇这个空间利用的就非常好了 下面可以放鞋 上面可以放衣服 然后这旁边还有一个长型的衣柜啊 在这儿呢是有一个台子 那这个台子上可以放我们的包包呀 放一些钥匙啊 还可以摆一些这个装饰品 真棒 再向前走朝左转呢 就是一个小厨房 这个小厨房很迷你啊 但是好合适啊 放了一个这个三开门的冰箱 然后上面是三门的一个小吊棍 下面是一个标标准准的L型的一个橱棍 那做完橱棍以后呢 咱们下面的瓷砖呀 还有我感觉有个也就一平米的这个位置吧 一个人在这里活动呢 也是可以活动的开的 那我老王现在呢 就站在这个小厨房里 方方正正的一个小厨房 站起来呢 一个人工作也是很宽敞的 最主要呀 这个空间它利用的特别的好 特别的完美 那我站在门口 在我的右手边呢 做了一整排的柜子 基本上都是倒墙的 面积是利用的很好了 上面是一排吊柜啊 下面呢 这个位置啊 既可以作为餐桌使用 又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工作区间 那这个厨房的一些小家电 甚至也可以延伸到这一块啊 我觉得真的很合适 那与我们这片功能墙所对着呢 就是一个卫生间 咱们来看看这个卫生间 48平米啊 小户型 看看这个卫生间 做的是干湿分离 这个洗手台呢 是大概80公分的样子 再往里面走 有一个马桶的空间啊 再往里面走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淋浴间 方方正正的淋浴间 其实老王更喜欢这样的零件 我不太喜欢那种弧形的 不是很好打扫 这么小的房间 它也同样是一个名位啊 带一扇大窗户 那大家看一看 这个户型是不是真的好 大品牌 是有它的道理的啊 看过卫生间 镜头拉回到咱们的客厅里 实际上是一个客窝一体的空间啊 还是右手边 又是一排柜子靠墙的 这排柜子里啊 就可以收纳很多的衣服啊 还有被褥啊什么的 那墙上呢挂了一个电视 不喜欢电视的 也可以做一个幕布啊 在左手边呢 就是我们的卧室了 这个卧室 相对来说也算是隐蔽 放在了我们的沙发后面 那其实这块呢 是可以给它分割开的 比如说挂个帘子呀 或者是做一个什么软的一个分割 就把它分成客厅和卧室了 这个卧室是可以藏起来的啊 可以看看是不是在这个空间 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 我转到这个方向呢 大家就可以把整个卧室看清楚了 那卧室旁边呢 放了一个没什么用的一个边柜啊 其实这个位置啊 最需要的是一个大衣柜 可以放一个四开门的一个衣柜吧 或者是咱就直接给它坐起来 做一个一整面墙的一个衣柜 那这个房间就啥也不缺了啊 看看这个卧室 一米八的大床 舒服不舒服啊 只有48个平方 我不断的在提醒大家 这是一个很小的客户一体的房子啊 前面的这个空间呢 是客厅的位置 我如果不说 你是不是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至少50多平米的房子呢 介绍完了整个室内的一个空间呢 咱们再来看看室外的一个空间 这就是咱们的拓展空间了 看看这个大阳台啊 我再说一下 这个是只有48平米的一个小户型啊 阳台有多大呀 这个阳台大概是6点多个平方啊 看看 由于西双版纳独特的气候特点呢 咱们洗衣机完全是可以放在阳台上的 上面呢 可以放一些洗衣机用的东西呀 一些杂物 作为收纳 那下面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洗衣柜啊 旁边还有柜子 加上咱们洗手台 洗衣服 这简直太完美了 真的不要太完美 那在我们阳台的另外一头呢 还有一个大旋机啊 在这儿又做了一个倒顶的柜子 这个柜子放到这儿也很合适啊 因为它没有冬天 所以衣柜放到这儿呢 也不会变形 也不会受潮 简直太完美了 还放了一个摇篮椅 那咱们这个阳台这么大的面积啊 都是赠送的 刚才我们在门口已经看到了这个标准啊 阳台看出去就是咱们小区的内部景色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热带植物啊 都是真的啊 不是假的 那在我们北方城市里呢 很多药板间周围种的这个树 还有这种椰子树啥的 全是假的 这个是真正的椰子树 景色是不是也很好啊 刚才带大家了解的这个48平米的小户型 是不是可以说是一个经典当中的经典呢 这个户型呢 真的太抢手了 那最后一套呢 也是在前天的时候 老王的一个粉丝已经订购了 那么目前呢 我们都在等 那在碧桂园这个小区里呢 开发的这种小户型还不是很多 所以呢 也是太抢手了 基本上就是 一出来就没 一出来就没 那这个户型呢 老王认为资助是很合适的 户型真的太好了 如果是商业使用呢 我就觉得会离市区 或者是这个繁华的地区啊 稍稍的有点远 可能租不上什么太高的价格啊 那今天的房子呢 就带大家了解到这里 喜欢老王的视频 记得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